走呢 来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吴 25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客户经理 女嘉宾小王 22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 伊迪有多久 我伊迪快半年了 快半年了 谈恋爱谈了多久 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在一起一年多 其中半年还是异地 现在是个异地状态 是吧 咋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 之前他是在济南上学 然后我也是济南上学 在一个展会上认识 做活动认识的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是 觉得共同语言比较多 我觉得他挺细心的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块了 后来他毕业了 是吧 对 毕业了 他现在就异地了 是吧 对 我觉得他现在跟以前相比 差太多了 也不关心我 我觉得他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我也没有不关心你啊 我这不是刚开始去工作嘛 比较忙 然后就说工作的时间 好像有点多嘛 这个你怎么觉得在异地他忽视你了 就是平时我俩也见不着面嘛 然后我就会给他打电话 或者是微信给他回消息 他都不回我 经常是这样 我也没有不回你啊 那不都是上班嘛 上班期间 我不可能刚回你吧 你看我每次下班了之后 我不都看到你发消息了 然后都回了吗 那你下班之后 每次都十点十二点的 才给我回消息打电话 那我在宿舍 你是说中午还是夜里 晚上 你什么工作呀 工作那么晚 也没有那么晚 就是平时的 有时候如果有客户了的话 需要陪下客户 比较晚 平时的话就是六七点就下班 你到底做什么呢 客户经理 一个金融华业 好 你接着说 就我俩就寒假的时候嘛 就今年寒假的时候 我是去打工来着 然后碰到一个 比较难缠的女客户 然后就给我那个人身攻击 但是我作为一个店员吧 我又不能说给人家说什么 我就一直心里受气 不要憋屈 我就中午给她发微信 我说就在店里 被一个女客户欺负了 想让她安慰安慕 结果中午的时候 没给我回 下午四点的时候 我下班嘛 也没收到她消息 我当时还就挺生气的 我感觉我都受欺负了 你也不说安慰安慕 或者打个电话 那天我也没有 不回你消息嘛 那天做好公司里 来了一个新的客户嘛 她什么都不懂 然后第一次来嘛 然后资料也没有带 然后我就一直在帮她处理嘛 不是 你告诉我 后来你给人打电话没有 后来是等了忙完之后 下班了嘛 之后才给她打了电话 她忙你看 忙完就确实给你打电话了 但当时她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也 我当时气已经消了 然后我就没再给她说这件事情 她又还觉得我 不是很搭理她 你说你是气消了 但是我看到你受委屈了 然后你又跟我说一句没事了 直接就一带而过了 我还以为我又做错什么了呢 我觉得她就是 我需要她在我身边说 给我安慰的时候她不在了 我剪个头发她倒是在了 什么意思 就之前那个前几个月的时候 我还是那个长头发 然后我就直接剪现在这个长度 她可能觉得短或者是不是很女生了 就跟我说我不问问你的想法 或者是怎么怎么着 不尊重你的意见了 就嫌我这个 之前你给我说一次要剪短了 你给我发了照片 我看了一下 我主要是我觉得不怎么好看嘛 然后你之前你看 你的大睡小睡吧 都会问我经过我同意了嘛 然后咱俩权衡一下 然后你才去操嘛 然后这一次你给我发了一下 我没有及时地回你 然后你自己就去了 而且我看到你剪完之后 确实不比以前好看嘛 你倒真实在 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看的 好看好看好看 再说你不回我消息 我就一直全等着你嘛 那你这不问我了 平时我在上边的时候 你这没事了 就给我打电话打电话 我上边时间 我不可能光照顾你嘛 行行行 别说了 这种事都过了 你就别说了 你这么不就完了嘛 这孩子真是 你们俩见面吗 我也见就是 也见 谁看谁 有的时候他看我 有的时候我看他 这个你们大概多久 见一回面 一个月也就见两三次 每周基本都见 也没有 有时候他也经常爽约 还有爽约 对 那你们俩见面的时候好吗 有的时候他就工作嘛 就是经常有顾客 会什么 你给我办个保险了 然后给我申请个代理之类的 经常我们俩光着接 他就会接个电话 然后我就在一边 我也不能说什么 他工作嘛 我不能打扰他 我就一直在旁边 那么尴尬地站着 那我这客户打出来电话了 他需要了 然后给我打完电话了 我不能拒绝他吧 再说我也没打多长时间呀 就打了二三十分钟 二十三十分钟就是够长了 再说了我自己也没事干呀 我在那儿 我也得尊重你的工作了 也就是说见面的时候 他还在工作 他有爽过你的约吗 就有一次我俩说好去欧乐堡 玩我们那边 然后他一直想去嘛 然后我特地托我同学 帮我买的票 结果他周五下午突然跟我说 周六要加班 就突然不能来了 就我当时感觉特别失望 这不是周五下午了 公司领导临时决定要加班 这我也决定不了呀 那我问你啊 你去看他 他会不会爽你呀 就是我俩就算约好的时候 他也会说有工作 就有一次我去林医找他 但是我平时周五下午会有课 我就下了课去找他 坐汽车四个半小时就已经晚上了 你说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问问我或者你到哪了 或者是你注意安全问题啊 都没有给我打 那我想那个 他之前跟我说有饭局来着 但是我就顾及他们 我就自己到自己打车去找他 结果他竟没有给我喝醉了 就我还得照顾他你知道吗 我之前都跟你说了 我那天有饭局 那天正好是有客户嘛 大客户 然后和领导一起陪着去的 这我也不是也没喝多少嘛 就是说又有点迷糊了 然后等于你去又变成照顾他了 是吧 对 然后到第二天 我俩约好出去玩 结果到十点的时候 就突然接了领导电话 又说又要去公司 他们领导是多么讨厌的第三者 其实说到现在 我觉得没什么大冲突大矛盾 你们有以后的打算吗 你怎么打算呢 我打算嘛 就是说现在我在领导嘛 找个工作吧 发展的也可以嘛 我就说他毕业了嘛 可以去一起去领导嘛 你希望他到领导去 对 姑娘你愿意去吗 我直接我刚才说我不愿意去 不去 不去 我就想留济南 我觉得我在济南上学 带着两人感觉特别好 就比较喜欢济南 那未来怎么办呢 你们就这么一直一滴着吗 女生怎么想的 领导你肯定不去 我不去 你要求他去济南 对 回济南不 回济南的话 他反正是我 因为之前在济南干了嘛 然后发展的 也不是这么领想嘛 现在在领导嘛 现在发展的 还是比较可以的嘛 我就想着以后慢慢地 然后在领导那边稳定了 策略的自己人脉了嘛 然后说再慢慢地 往济南那边靠嘛 但是我现在要的 不是说他说的 那些物质上的东西 我现在就想让你 多关心关心我 在乎在乎我 就以后都可以说 但是现在这个状态 我是坚持不下去的 就是如果他要对你好一些的话 其实领导也不排除去 是吧 对啊 我俩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 你要是现在对我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去了 也是没有必要去的 在你们一起的时候 没有异地的时候 这小子是不是特别暖 对 他就是在我心中 感觉挺暖的 对你特好 对 没变亲吧 没有 这不就是刚去的吗 在那边发展的 可以领导也比较赏实嘛 我就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就关心他 就有点少了就 你喜欢他吗 喜欢 如果在领导工作和 要你女朋友 就必须要去济南 你选一个 你选谁啊 就工作和女朋友 选一个你选谁 因为我想的签字嘛 不不 我们不因为啊 孩子我们假设 就是你要再不回济南 你女朋友就跑了 你是选择回济南 还是留领导啊 我想的是要他 但是我想的话 我想给他 就是说给他一个好的未来嘛 不不不 你回答我的问题 他的好的未来 就是你守在他身边 是吧 对 什么房啊 车呀 是吧 只要他在你身边 就是好未来 对不对 对 你回济南啊 留领导也啊 但是我说 如果要没有 回答我的问题 行了 别回答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差异 我相信你心里 特别不满意 对吧 你是觉得他不理解你 对不对 对啊 爱情当中 好多这样的错位呢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这一对和上一对截然相反 对 上一对那个男朋友啊 那个不工作 工作啊 那绝对没有女朋友重要 天天陪你身边 你要吗 也不要太你这样 你所以说让男人怎么办吧 对啊 这不是难为死这小伙子吗 是这样啊 其实表面好像是现在 男生工作忙 然后呢 疏于对自己的关注了 而男生呢 是觉得我现在工作 都是为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是矛盾 其实背后呢 真正的矛盾就在于 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到底你能不能回济南 到底你去不去林椅 其实这件问题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其实这是一个蛮艰难而敏感的时候 恰恰在此时 男朋友的工作又非常忙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 的确是疏忽了你 明明你大老远的四个多少人车程来到林椅 居然他那天会喝醉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了 还老是接电话在忙工作的事情 你其实心里就不太确定说 这个男生现在对我的关注这么少 我如果要是来到林椅的话 你会不会这么忽视我 极度的不安全 因此你就不可能考虑说 我现在要去林椅 所以如果你还认可这个男孩的话 我觉得这段感情是可以往下继续进行的 只不过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你在心态上的调整 现在不要把未来谁投奔谁的这件问题 摆在面前 就一定说我对这个男孩是有信心的 我心里是爱他的 我也理解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要给他足够的支持并且鼓励 他刚才说的很明确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努力 我慢慢地往紧然靠 这就是小伙子的信心 度过这一段艰难的事情 以后的异地的事情 可能就迎刃而解 因为你们的感情已经 经过异地的这个磨练已经加深了 以后的问题 水到渠成就能解决 所以男生呢 我跟你说的就是 目前重点在工作没有错 但是呢 一定要把足够的关注 女朋友的这份心要放在首要的位置 即使工作再忙 不可能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 没有喝水 没有上卫生间的时间吧 一定是有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去打一个电话 及时地给他一些安慰和关注呢 因为你还是说 你没有把它真的放在心里的 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在身边没有问题 心一定要在身边 好吗 好 异地恋挺不容易的 尤其是异地恋当中两个人的角色 一个人是学生 另外一个人已经步入社会 而且是初入职场 所以女生 你现在是即将面临毕业是吗 对 你即将面临毕业 你可能也会在未来 遇到像她这样的问题 初入职场 上面有领导 下面有客户 然后每天要小心翼翼的 所以她其实是有一点 分身乏术的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她对你是有在乎的心的 她关注到你剪头发 其实大家会觉得 这男生太矫情了 女朋友剪个头发 怎么还管呢 这也正说明了她在乎你 你变了发型没有告诉我 以前什么事都是有伤有良的 怎么剪头发没跟我说呢 对吧 所以你要是从这个方面去想的话 她对你还是有在乎的心的 男生呢 我想说一段话 就是张爱玲曾经说过的 她说 一个人如果没空 是因为她不想有空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 是因为她不想走开 一个人如果借口太多 是因为她不想在乎 我想要你帮我确定一件事情 你现在的努力是为了什么 我现在的努力嘛 就是说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嘛 因为她现在还是喜欢她嘛 还没有踏入社会嘛 好 够了 你的努力就是为了 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是你现在的努力工作 都把她快吓跑了 你的未来给谁呢 所以如果说 你现在的努力工作 最后换回来的是 女朋友跑掉了 你上班的时间 刚才曲老师也说了 喝水的时间有吧 上厕所的时间有吧 如果你真的在乎 你没有那么多的借口 你可能就趁上厕所的时候 就给她发一个信息 告诉她我会很忙 我大概忙到几点 这样的一句话 就可能让女生 安全感倍增 心里是温暖的 她会知道我爱的男人 她在乎我 她在这么忙的时间之内 都要告诉我 她今天很忙 那她会很安心地 在济南等着你 或者说当你提出 让她陪你到林怡 去工作的时候 她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去 因为她知道 你现在的努力 是为了给她 未来稳定的生活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谢谢 有些人人在心不在 有些人心在人不在 有些人人离你近 心却离你远 有些人人离你远 心却离你近 当女生说 我要你给我关怀 但同时主持人又问你 天天跟你溺在一起 怎么样 但你又说 那也不行 所以说恰当的距离 非常重要 亲密无间 容易让人烦 直视天涯 又太不现实 但怎么能够保持一个 非常恰当的距离 我始终认为 好的恋人关系 是有弹性的 彼此之间 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 但如何实现 这种有弹性的距离 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 有共同的目标 这个共同的目标 决定着你这根弹簧 它最大的限度 有多长 它不会崩断 第二 有足够的爱 这是把彼此拉近的动力 但同时 又要有彼此的克制 而不让彼此离得太近 所以说 基于这三个条件 使得你们之间 有一根爱的弹簧 这个弹簧 可以适时地调整 彼此的距离 烦了 彼此留点空间 远了 被加思念 因为爱又能走到一起 但是这根弹簧 其实有的时候 非常难以把握 恰恰是在彼此的较量 彼此的试探过程当中 才能把它 拉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距离 不至于崩断 也不至于靠得太紧 你们正在彼此 试验这根弹簧的 各项性能的过程当中 所以还需要耐心 对于男生来说 他始终说 我要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 其实有的时候 女人是不需要未来 至少不需要物质上的未来 她只要当下 而对于男人来说 哪个男人不是这样去想 希望能够给你一个 好的工作生活 但是恰恰是有的时候 是一种这种想法 使得他淡忘了你的存在 所以说 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 非常恰当的 彼此之间的距离 掌握好这根弹簧的好的性能 不至于崩断 也不至于靠得太紧 这需要你们自己内心的调节 记住那三个目标 目标 爱 彼此的克制 好吧 就这个 有启发了 你知道怎么办了 不知道 怎么办 尽量都出现出现嘛 你咋办 我就多体贴体贴他 理解理解他 然后再坚持坚持 这不都挺明白的吗 但是 现在就是让我难以坚持 特简单 告诉他你最直白的感受 我需要你关心我 我需要感觉到 你是关心我的 因为爱是一个 感受的一个过程 小贼 工作让你们去洗手间吗 发微信呢 吃饭吗 视频呢 所以你们想 如果你们还想在一起 你们现在之间的这种 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 愿意选择 就认真去对待 觉得熬不下去了 放手也是一种选择 你们自己去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就是想的 我现在工作比较忙 我就是说 希望你们多理解我 多考虑 为我考虑一下 如果是慢慢地 来 请关门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